花蓮溪出海口南岸林顶段 是花蓮县政府96年公告的死前遗址 但最近却遭到民众私自开挖拓宽道路 导致许多3000年前死前时代的逃遍外漏 包括了林班地有好几种珍贵林木也遭殃了 花蓮溪出海口南岸林顶段 是花蓮县政府96年公告的实前遗址 但最近却遭民众私自开挖拓宽道路 导致了许多3000年前死前时代的逃遍外漏 包括了林班地好几种的珍贵林木也遭殃 当事人是说明说他当然是说他不清楚界限 然后开设道路 但是他有说跟公所申请 他是跟我们这样子说 但是问题他提不出任何的证明 所以说我们在请警方调查之后 就把这个案子请警方依照违反申令法 跟违反水土保持法的部分做移送 大概是简单案情之质 对地主声称不知道这里是列册遗址 文化局强调 那是地主根本没有经过检疫水保申请就开挖 才会不知道此处为敏感地带 而目前只能赶紧做文物抢救 将现场文化层记录与保护 如果地主再继续开挖 可依文资法处30万到300万元的罚款 没有事先通知我们就进行开发 然后有劳动到遗址的情形 那经过我们召集委员去县刊以后 那发现其实是地主 不知道说那边是列车遗址 所以就进行的就开辟马路 那有发生劳动到遗址的情形 原则上他应该要去申请 检疫水土保持再进行开发 那如果说按照我们正常的程序 他只要去跟收封相公所 申请检疫水保的时候 收封相公所就会知会我们 那我们就会先行的去县刊 或告知他那边是列车遗址 那在开发上有一些限制 那如果他没有申请检疫水保 就直接去开发的话 确实在山坡地直接去 用重型机具去开挖的话 就会造成部分的文物 已经是有露出 那也很明显看得到文化层的情形现象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